所有朋友和我一起 我很珍惜和我一起開展過這個馬路的所有朋友 我就覺得我和他們是一體的 所以我就非常有這個現場 第三部份要結束的時候 我想我要說得快些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有很多意見想表達 在這個抗命時代分享會裏面 其實我們也是沒有請何秀蘭來的 我們想是給平凡人 誰知道她就經過 經過我們就叫她分享 她又說到哭了 接著她就說 就是她教這個心腸的 她說香港人是和平和非理性的 因為面對這樣的強權 面對這樣的暴力 所有人都會還手 但我們都沒有這樣做 所以現在和理非非的深解釋就是 和平和非理性的香港人 我們非暴力 非粗口 但這些一切都是非理性的 我們只是用我們的感情 去表達了我們最深對民主的訴求 而搞到我們變成一個好像精神病人一樣 然後我就會回到我們要講的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在這個抗命時代的分享會裏面 亦都發生了一件事 如果我現在講出來這件事 亦都會有人會馬上覺得我是左膠的 但因為當時就有一個大陸的同學出來分享 大陸的同學就說 其實我是來香港做事的 讀完書在香港做事 我為何會來呢 其實我是冒了很大的危險 我希望大家不要拍照 但是因為可能群眾流動很厲害 那是不是都會有人 因為覺得她又說得很好 於是就有人拿了照片 突然之間何秀蘭就在她自己的背包裡 就拿了一把遮掩出來 拿了一把遮掩出來 就說 你拿著 叫我拿著 因為我主持 沒有什麼事的時候 一有人拍照 沒錯 一有人拍照 因為有時候的錢好像那輪燈一樣一閃 我就立刻一開 就遮掩那個同學 所以原來 Umbrella Resistance 是什麼中文 遮什麼 遮打 遮打革命 我有些朋友就說 不是這樣的 原來有新的解釋 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大陸的同學 是支持我們的 我們都有一個責任去保護它 我就說 所以我們都會開一把遮掩 我們的遮掩不只是遮掩我們自己 我們都會遮掩所有熱愛民主的人 有另一個朋友在上海 他說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你們不會有普選 因為如果香港人有普選 即是上海人都有普選 動產黨是不會讓你有普選的 我都覺得他講得都很有感動 我跟我的朋友說 很感動 然後他們就說 你不要在公開場合說這些 如果你公開場合說這些 你就是一個左膠 這樣 我就說 Anyway 因為我其實是不懂這些 我根本就不會用這些 去形容我的朋友 所以這個Umbrella Resistance 這個遮掩打革命 我覺得不只是關於我們自己 這一幫人 是關於所有熱愛民主的人 他們都是我的戰友 接下來 我就想介紹 我這位朋友 是他被人認為是左膠 所以他都 初初不敢宣傳一手 弄他的名字 那為什麼我要和這個朋友 一齊出來呢 因為我講過 我最近做了很多 我一生從來沒做過的事情 包括剛才那些佔領馬路 搞這些分校會 都是我一生沒做過的 雖然我是一個社工出身 我拿麥克風是要來帶大家去旅行 那些家庭旅行 或者宣傳叫人出來投票 我是沒有做過 拿一個麥克風叫人出來 去講見證 但是因為在這個時代 我覺得已經是沒有了日常 我覺得我自己面對一個 這樣的大時代 我經常都問自己 過去幾個月 我能夠做些什麼呢 我想過很多樣東西 那些朋友都說 你這麼論盡 你不要去搞那些了 戰中後緩會 做東西吃 你也是不可以的 如果是有些什麼事 你都會阻礙別人 你又會隨時趴在街上 所以因為很多朋友都認為 很多事情不適合我做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想一種適合我做的 我以前在英國 是讀 Political Philosophy 我是社工出身 社會科學出身 但是我在英國的博士 是讀一個科目 叫Id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就是講那些話語分析 論述分析 是哲學的 那我一直都用這些政治哲學 去研究 小眾 性小眾 和性戀的問題 過去我一生人的目標 都是做了一樣 為性小眾去發聲的 那我是很希望 在所有的親密關係 或者社會不接受的關係裡面 我們都會用民主的原則 是在這些關係之中 我們體現一個 我們會做一個民主情人 就是過去我所做的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在這個大時代之下 我要重新去找一個我自己的方向 於是我就想做一些事情 就是和我幾個朋友 成立了一個叫做未來民主大學 民主大學是很厲害的 但我們這個是沒有那麼厲害的 因為它叫做未來民主大學 就是我們承認民主 未必是我們 這樣去爭取就會爭取 它好像永遠都是在未來 但是不要緊 我們這幫大產 就覺得即使它永遠 不能夠我們完全掌握到它 但是我們為了我們的未來 我們都會一起去學習 我們都要裝備我們的靈魂 去為民主建立一種新的論述 所以我就和幾位朋友做了這樣的 未來民主大學 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全新的一個工作 以前我只是說民主的原則 怎樣可以在親密關係之中體現 就是我們要尊重對方 我們要包容一些 我們不要用暴力在這個關係之中 即使對方是混合了第二件 你都不能讓它搶水 就是我們說是這個level的 但是現在我是想說 既然我們在愛情的道上 已經花了我們的一生 做了那麼多 擺了那麼多我們的情感上去 學習了那麼多的辛酸 學習了那麼多 令我們成為了那麼有能耐的人 我們怎樣可以將這些的力量 擺回民主運動 我相信如果我們每一個人 都將這個我們在愛情裏面的力量 拿回來 我們是會接受 我們會接近真普選和真愛多一些 所以我們就搞了這個未來民主大學 那麼我現在呢 Thank you 那麼在這個未來民主大學 我們做的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真的很希望能做到的 就是一個靈魂的修煉 那麼如果我這個未來民主大學的朋友 我從來都沒有用這些去形容他的 那麼我會怎樣形容他呢 我所用的category就是這樣的 他呢跟我一樣 是九年出生的 當中有沒有九年的朋友 這裡 是九年的朋友 我是將人這樣分的 九年啦 還是你是什麼年 是的 九年啦 還是牛年啦 我會這樣分的 我這個朋友跟我一樣 都是雙兒座的 在座幾都是雙兒座 是的 我跟你一樣 那我們很多是雙兒座的 我是用這些category去分別人的 還有我們是不是熱愛民主 那麼我就從來都沒有覺得 他究竟是左還是右 我是 I really don't care 那麼我現在想介紹一位 在九年出生 雙兒座 熱愛民主的朋友 陳景輝 多謝何思瑩啊 真是聽到有些想哭 因為這幾天啊 自己覺得的壓力很大 那我是陳景輝啦 這幾天啊 這幾天啊 這幾天網上有很多謠言 有很多對我們不盡不實的攻擊 我們先看一看那邊 哇沈祖堯 哇沈祖堯 支持 剛才是廣大和中大校長都下來了 支持 謝謝 實在太令人振奮了 香港變得很不一樣 剛才何秀蘭說 香港變得何色瑩和何秀蘭 變得很不一樣 我們很難想像 我們很難想像 之前民主大學那天我來 即是講敵友那時 你被人踩場 我又在 其實我也是一直在想那個問題 我出來問一個問題 其實是帶分享多些 我看這次的運動 和剛才說左膠的問題 就是我自己去感受這個運動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樣的 現在有很多人 每人的手都拿著繩子 圍著一個圈 其中一個人放手 其中一個人放手 無論其他人拿得多緊 圈都會散 所以其實我很擔心一件事 其實我 對於會有可能造成內部分裂 其實是有擔心 每個人做決定的時候 然後有沒有可能 即使對方的立場 和你的立場 很有衝突 你有沒有可能都 在決定的時候 避免了 因為這個決定 而造成分裂 即是哪一件事重要 即使你覺得 那個概念很重要 譬如滿月酒 其實我聽到 剛才的理題 我聽到滿月酒這個概念 我真是很害怕 我很害怕這個概念 令到這個運動造成分裂 你不要計算誰出的力大一點 面對這些問題可以怎樣 即其實有少少延續 之前你說敵友的問題 這樣 謝謝 其實有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有人提出五碗月酒 剛巧是張大明 或者有人提出任何什麼 Dicnic Fight 什麼Retreat 其實所有這些意見 可能我也不同意 但是起碼我知道 在一個民主的原則 在這個運動裏面 我對這些人都要有一種尊重 或者最後有人提出的 和平散去 也未必是我想走的一個路線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路線 但是我覺得至少 我們為什麼要搞這個民主講堂 就是起碼我們會知道 即使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來這裡是學習包容 我們不是學習用理性公話 或者是用人生攻擊的方法 去對那些不夠勁 或者我們覺得那些不夠激 不夠是幫我們 能夠把這個運動提升到一個 很完美 或者是令到我們 更快達到目的 我不想我們是這樣 我知道這位朋友 他一直都很想說 我覺得都不要緊 我不知道他想說什麼 不過我覺得 我們應該都可以 給一個掌聲 歡迎他發表他的意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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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所有人都是廣東文文 對不對 你會講廣東話 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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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都可以講廣東話 OK 而且你都是學生 對不對 不是大學生 都會講英語 對不對 英語 你都是學生 所有人都是學生 那麼少的人都是學生的 那麼少的人都是學生的 不會 你不是學生 你是 你是什麼人的 不是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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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u're not students You're just normal people 这是韩国呢 我也是 你是多少年 你年龄你 26年 26年 你生日 你生日 1987年 1987年 你打算了 你去ة语 在1989年 我是一位在1989 我在谅南�� 1989我在谅南兰 我在谅南兰 我在谅南兰 我支持了学生 我对我的诚声 不像其他人 我的诚声是很短的 只有一兩句話 OK 我來這裡為兩種原因 第一 因為我住在這裡 而且你擁有… 我的 bus stop 我的地方我付給我的財務 我的價錢 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 不要緊 你會用這個空間 但另一個原因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來這裡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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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前面 我看到它 我看到它 我看到 我看到 是很平坦的 是 發展 發展 在中国的50年,可能100年, 你做了今天,这周期。 因为香港是中国的试炼在国家。 1.3 billion中国人的国家的国家 不想在香港的陆军。 19年,你会不会放下来。 你会不会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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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看来看我们香港人在香港 承受了国家的国家。 他们说现在在北京 如果这就是国家 我们不能够取得来 50年 你会把国家回来的国家 1.3 billion 你中国人 我生活在香港 长远比你生成了 我来到1981年 我的妻子是中国人 我选择这里在香港 在中国 这是我的国家 但是中国人 我现在是中国人 我现在是中国人 但是你学生 你人 你把香港的国家回来 在香港 50年 在中国 50年 和台湾 成为中国 成为中国 成为了100年 我对你来说 我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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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要聽說的那個事情 就是這樣 謝謝你 謝謝 好 有沒有其他朋友有其他的意見呢 是 請說 各位好 多謝剛才的三位講者 就是為了教授 就是很吸引 群眾都很喜歡聽他們說話 我有些事情都想請教三位 因為今天 剛才有陳敬輝 黃詩妍女士 還有張達明先生 我希望他們會不會有回應 因為我以前是做一些輔導工作的 有時跟客人會定立一些長期目標 還有定立一些短期目標 譬如如果找工作 長期目標 可能是跟他們談談 你對工作有什麼興趣 你有什麼特場 你有什麼什麼 但是呢 有時如果談太久這些事情 可能他們會一直在想的 我也發覺 這個時候很多時候 還有他們如果不上班 會失業的 很糟糕 怎樣都要幫他們去找一些 立即有得做的工作 主發展進程的 一些教育的東西 我想其實香港真的很少這件事 不過我想回 其實我們 我也想說 我們今天來的目的 是做些什麼呢 我們都有一種多元化的 對一個運動的表達 的理解 對民主的多元化 我們都很希望 日後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既然都是一群熱愛民主的人 我很希望我們以後有機會 在這些問題上 更加多的探討 每一個人可以回答 今天我們的終極目標是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的終極目標都不同 又或者我們這個運動的終極目標 真的有很多人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覺得 我們來這裡 就是因為我們告訴自己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在這個運動裏面 我們都有自己的責任 有自己的看法 不如我再說一句 我最近看到覺得挺好的 就是何韻詩說的 無論我們每個人 覺得自己做的事情 跟其他人是一不一樣 或者是對 有些人覺得這樣是對 有些人覺得這樣是不對 但是我們做了 我們自己心目中 認為對得住自己的事情 我覺得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這樣做 我們的運動一定是 會向一個好一點的方向 多謝大家今晚能夠一起去 願意和我們一起去探討 所有這些問題 Thank you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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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一個這麼大的運動 明明是解散了 很份參加 我現在每一天 非常之奧魯的 就是我要回應一些 我沒有講過的事情 回應一些 沒有做過的事情 而且我還是 比這個 所以我 Head a Lie更加偉大 可以操控一切的事情 其實我不是Head a Lie 我 我的 造宗的目的 多兩次 是的 這個是第一 我想請大家 你們可以對 想來場地裡面的物資等等的事情 而我呢 就是當時的 最主要的聯絡人 那 剛才有一位先生 拿著那張紙 讀著陳敬輝多少次叫散水 包括反國教 新界東北等等 那 反國教的時候 我在場 有一件事情 大家都應該不知道 我想陳雲先生都未必會知道的 就是當晚 當梁振英宣佈了 讓一半大會 在他們的大樓上面 即是大聯盟 當時家長 教師 他們和學民思潮 在討論 究竟要怎樣應變場地的時候 是我想了去 將我們場地裡面 所有當時在場的 老師 義工 學生義工的數目 這幾天做事 那些人手分配的短缺和問題 每一天的時段 從早上開始 場地沒有市民聚集 等等的資料 講完之後 他們拍板 覺得應該要在那裡暫停 因為第二天有一個人手 和人力上面的很大危機 所以當時 後來我回到家裡的傳聞 就是陳景輝、林輝 在裡面的葉寶林 三個一起 叫停了這個運動 是錯的 是我進去的 而且大家都不認識我 林輝當時回到家裡 陳景輝 不是她說的 不是她叫的 葉寶林 我更加沒有跟她 在當面的場面上溝通過 這一點是我在場 我會澄清的 我認的是我叫 我給了訊息之後 是他們聽到訊息 之後才決定的 所以大家 如果你們拿著那些紙 你們在讀那些字 講哪一次哪一次 陳景輝下散水 林輝下散水 請大家 都想一想 或者求證 不只是聽一些消息 而去做 如果你想知道我說的話 有沒有錯 我發覺 我看到這幾天最日常的一件事 原來騎劫真的是一個日常 可能大家會 一開始第一天 那一天 戴耀廷上台說的時候 我親自聽著 大家即時的反應是 佔中騎劫了 騎劫了這個學運 然後去到每一天 網上有很多媒體說 左膠會騎劫這個活動 甚至我剛剛在地址 看到有一疊子寫著 左膠三幅照片 我不明白 為什麼會 這幾天我都見到陳景輝在那裡走去 但我見到他沒有拿過咪 我都覺得他應該不會拿咪 多謝石營給機會 她說 但我會在想 就是 我們很多人接下來 是想 我不知道是 學運被人騎劫了 還是佔中已經被人騎劫了 為什麼我們的時間 或者精力 是花很多時間 是在制製自己人做事 是在排斥一些人 可能他們說是左膠 甚至可能 來你想運樽水 搬了一箱東西 喊一句 原來你說一句 麻煩 就已經是一個左膠的時候 我想這件事情 可能大家在金鐘 大家無法想像到 我今天下午去了 旺角走了一轉 原來說一句麻煩 是左膠 我開始無法想像究竟 究竟這種批鬥是屬於中共 還是屬於現在網上很多評論 很多不滿左膠的人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一個膠 可能我已經膠了 我出來之後 但是我在想 究竟 我們今天出來 說我們爭取真普選 可能我們有不同的方法 這個方法可能是左膠式方法 可能是一個要激烈抗爭的方法 但是我覺得如果在這個中間 如果我們連這個言論自由 我們本身都不能夠讓我們身邊的人 言論自由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沒有資格去爭取 或者向其他人 還是向我們身邊的任何一個人 爭取更多的自由 包括我們普選的權利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哲樂系的學生 我回應講一個哲學家 有一個哲學家 德國哲學家叫李彩 他有一句名言 他叫做當你和一隻怪物戰鬥的時候 你要小心 自己都不要變成那隻怪物 你想想 就算剛才那位 陳景輝先生 就算他是幾錯都好 如果我們 走吧 不要聽他說話了 搶一支咪 我們和共產黨有什麼分別 我們作為有質素的公民 我們應該讓他說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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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 他 感谢观看